大家好 早在去年年底有一個關於梁樂斯和李澤佳一同去澳門 這個消息引發了網友的熱議 關於兩個人的情史和李澤佳和他父親誠哥曾經往事 再次成為人柴與快後的焦點 在過往的事之中李澤佳是一個很叛逆的義公子 亦是商界顛覆者 這兩父子好像撈亂骨頭一樣 亦當年成為了傳媒主要追擊對象 但自從梁樂斯之後的焦點就好像放在他兩個人的感情之間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自從李家自立模糊之後 李澤佳擺脫了爸爸李家成的影響 和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這就是李澤佳自小就要做的事 這種想法李澤佳對爸爸的安排 他覺得憤怒敏感 他違背了爸爸的一種 俗成的一種習慣 令到別人覺得他很叛逆 不聽過爸爸的話 全香港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李澤佳就是李家成的小兒子 亦是令到他最頭痛、最痛心、最傷害的 尤其當他媽媽莊月明過世的時候 兩個人的心都不好過 很多人都覺得對於Richard Lee 對於他爸爸的抵觸 甚至排斥的情緒 但是他自從很小就在這個家庭長大 他知道自己的情緒在哪裡來的 一大部分由於他太疼他媽媽 李澤佳知道媽媽的經歷了很多 才跟他爸爸在一起甚至結婚 原先覺得他媽媽是幸福還是付出 但有沒有得到相對的回報 雖然他媽媽對李澤佳沒有說過這件事 但他從心裡知道他媽媽活得痛苦 也正是他爸爸的某些行為造成 令到他對父子之間有一個洪溝 李澤佳從小就不敢跟他爸爸說No 他很喜歡所有爸爸不希望從事的危險運動 例如飛機、潛水、捉獄等 而對他對父子的更大的挑戰就是 在上大學之後 從1984年的時候 李澤佳入了哥哥李澤佳所讀的 Sanford University 他真的讀Sanford 不過有沒有畢業呢? 但他並沒有選擇爸爸指定的商業或金融科去讀 而是他讀了Computer Science 他讀了電腦工程 那時候他已經打算單飛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他在大學期間自已縮食 自己出去打工 自己賺生活費 在大學畢業之後 李澤佳並沒有聽他爸爸的安排 回回自己家族生意 而是去了加拿大打工 他在投行工作 他知道他自己一意孤行 肯定令他爸爸很生氣 但他絕對不會妥協 在1990年的時候 他媽媽因為中雪紛紛 他媽媽過世的一個年 他爸爸好幾次 就催促Richard Lee花旗 而他當時在加拿大的 雖然對媽媽過世非常悲痛 但一想到他爸爸在外面 還有很多紅顏知己 他心不是未宜 但他回家奔喪的時候 立刻就從家搬出來了 就住在酒店 從此他父親並沒有表現出感激 轉而他覺得 對兒子也是另一件事 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回家族生意 想到他媽媽生前一切的事 他們畢竟是父子 要考慮一下 究竟老了的時候 李澤佳勉強答應他爸爸 去了和記黃暴的集團 工作一段時間 由家族企業 由一個普通的職員做起 他知道爸爸的用意 但他不是想要做 而是想立志 一直在找機會 到了1991年的時候 李澤佳看準機會 向爸爸借了1.25億美金 由香港政府獲得 衛視StarTV的牌照 後來成為了衛星廣播有限公司 原本的名字叫Stanley 李澤佳不理他 爸爸極力挽留他 正式離開家族生意 出來自己單拖 李澤佳透過較大的有線電視結盟 經營模式較嚴重 而Stanley 衛視覆蓋了達到50多個國家和地區 觀眾達到2.2億人民 在這個之後 他將StarTV的Stanley 賣給Murdoch Murdoch就是美國的傳媒大亨 轉移成為了刑科控股 做起地產、保險等等的業務 這間公司經營了幾輪的資本作業上市 成功成為了一個大公司 後來他又說服了香港政府 由刑科主持建設的數碼說 推動香港科技產業發展 吃了這塊這麼大的大尖堆 李澤佳的刑科發展勢頭強勁 而且通過收購 好像一個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一躍成為上市公司 這番折騰下來 李澤佳就成為了香港地區數一數二的富豪 和他爸爸差不多可以跟著他的尾 但由於他自己成為了商業顛覆者的形象代表 有一些媒體特意和他爸爸對著過比較 無端端我聽到一些聲音 這個李澤佳有他自己最光輝的時候 他遠離了他爸爸的影響下 路越走越遠 飛得越來越高 籌處滿致 在事業上的成功 給了他很大的信心 他決心擺脫他爸爸的博速 令他自己獨立 到了1994年的時候 李澤佳用了1.2億的港幣 買了一塊地皮 就蓋了那間木屋 這間木屋就是現在梁樂師住的那間 對於自己蓋了這間屋 李澤佳一直想一個問題 某一個雜誌的舉例 有一個讀者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如果你不是李嘉誠兒子 你覺得你自己會這麼成功嗎 這個問題就問到他的心狠處 即是你督中他的心 儘管是紅心勃勃 以至高尚 但是他不得不承認 他的成功路上是有著他爸爸的影響 憑著什麼借貸呢 憑著什麼和Murdoch談生意呢 那他憑什麼特首 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同意 讓他做一個數碼講去造就他的事業呢 但是這些李澤佳他自己不開心的 一直都想擺脫他爸爸 一心想完全靠自己 但在事實上他沒有辦法釋懷 當他認科因為經營不善打算出售的資產的時候 他也拒絕了他爸爸收購的股份提議 賣了給別人 父子的關係一直一度惡化 李澤佳知道這場股權收購風波裡 他和他爸爸都並不是贏家 他也得罪了很多人 而他爸爸也覺得很丟臉 但是他仍然是這樣做 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改變 到了2011年的時候 李澤佳和梁樂詩生了三個兒子 但是那時候是分手的 面對著外界的種種揣測和傳言 他始終是保持密 其口也很少出席這個公開場合 對於這件事有些人是感慨了 其實他變得低調了很多 他不再是當年叛逆的挑戰者 對於這個言論的話 李澤佳只是笑一笑 他感慨地說 或者做了爸爸 我對挑戰受到了興趣 轉移的是什麼 永續性產生了興趣 Sustainable 所以他對保險的生意 是有持續性 令到人可以保住命 即使人的生命結束了 也可以全城 繼續有一個保障 讓他留下來的家人 至於他三個兒子 你放心 我們現在又說 梁樂斯最近有一個訪問 在1月16日 九味露面的梁樂斯 他接受知名傳媒人 鲁魚的專訪 鲁魚差不多等於香港的都姐 所有最大最上級的明星 都是接受鲁魚的訪問 能夠給鲁魚訪問 都不是什麼small potato 梁樂斯很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近方 以及過往的感情經歷 尤其是他和阿薩華仔 迪澤佳 愛得轟轟烈烈烈的一段外情 在訪問之中 梁樂斯自然很坦誠的一面 令人更加深入地了解 究竟他和李澤佳這麼多年來 發生了什麼 提到梁樂斯 很多人都想起他和李澤佳的戀情 當年他只有19歲 事業正是上星期 但選擇了要愛情 不要事業 並且幫他生了三個弟弟 但最終兩個人未能走到最後 對於這段感情 梁樂斯就說 我從來都不後悔 在訪談之中 鲁魚問起梁樂斯 你覺不覺得你當年是戀愛佬的? 你毫不猶疑地笑了 他就說當然了 這個反應足以顯示到他的真誠和坦率 坦白說 在2008年遇到李澤佳 他覺得他是他的終身之外 對於外界的種種揣測和質疑 他表示當初的想法很單純 只是愛他這樣 但當他當年為了李澤佳在巔峰的事業 選擇了這件事 當時他表示 雖然媽媽提醒 公司亦反對 但他仍堅持著自己的選擇 一旦做出了選擇 我就會一直走下去 現在看回這段經歷 他從來都不後悔 如果再來一次 他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雖然他們兩個已經分手 但他表示兩個人的關係仍然很好 他們三個小孩的父母 共同撫養小孩 我們努力給小孩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 現在梁樂施已經35歲 在適應幾年後 重新回到娛樂圈 開始伏劇 打戲 為事業慶命 不僅仰靚 而且爽直 說起過往的經歷 一笑自知 展現了他內心強大和坦然 對於他在這段訪問 網友各個紛紛表示支持和讚賞 有網友說 梁樂施是一個感愛感恨的女子 佩服她的勇氣和坦誠 雖然經歷了這麼多風風雨雨 但她仍然能笑著地面對生活 真是不容易 身為娛樂圈的明星 梁樂施的感情和經歷一直備受關注 但外界如何討論或評價 選擇坦然面對勇敢前進 現在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堅持 證明自己的價值和實力 令我們更加帶領著她的粉絲 覺得這個社會需要一些女性 獨立、自信和堅強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多謝各位 這就是我今天早上為大家奉上的四條影片 我現在明謝各位 待會我現在想到什麼方法 我會出一張圖 出一張圖的圖 出了之後就跟大家說再見 名謝到A.A.A.H.H.A.M.E.M.A.P.O.N. Geneva, Gregory, 堡依苡倩, 鱷蝶饵, 就是陈太和王玉霞 就是和你聊一会 如你中일�forth샘 用学的asil lado 当照片在另一个预警出现 即是去到那個部分 因為軟件是延遲的 Hello Audrey Tang Thank you Double Fisher 很久沒見 好 看看你們 其實我也有 好 多謝Candy Chan 她打賞給我 看率金 是嗎 好 多謝 另外阿表 靚靚師傅 還有很多其他 我先看看 影姐 閹閹亮和蕭琳 Chan 給了一些 那些 苦術 喪禮 還有 Goria Mac 還有Beatrice Beatrice Lisa Lau Ipi Chan Mei Mei Chan Lisa Leung 這些 好有心 我想問一下 黃矮兒 她12日給了錢給我 你是打賞給我還是去查會 因為4月那個查會 我收了一些人的錢 到時候 我4月搞你們不用再給錢 但是那兩天 有些人發了錢給我 我不知道你們是那個查會還是打賞 因為那個銀碼不一樣 好 怎樣阿 有甚麼說 這個 好 多謝三 Ami Ma Poon 哈 好 有甚麼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嘩 這麼開心你們 好像開派對一樣 她說靠甚麼 A bad bad OK 是嗎 靠褲袋尾 翻身 做動立堅強 OK 嗯 嗯 嗯 好 好 有甚麼 看一下 Mandy Yip 你好 好 Boe Boe Saraczane K Boe